今年,2023年終於重新開幕了 接近40萬棵不同國家來自的花位 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撰花 今天文化促递跟大家介紹一個康樂的活動 所謂我們看花是一個文營雅士 古時的一個賞花的活動 可以在此吟詩作對,喝茶 但其實在現代城市這麼急速的生活 有時候想花是另一種可以令我們深深舒暢的方法 康文署激歷了疫情,幾年停辦了花位展 今年,2023年終於重新開幕了 接近40萬棵不同國家來自的花位 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撰放 由2023年3月10日到3月19日 每天上午9點到晚上9點 大家可以去到銅鑼灣的維園 一起去親身感受一下 這次花展的贊方 今年的主題花是什麼呢? 就是壽球花了 如果買花送給情人的經驗 壽球花也不便宜的 這次主辦方特別搜集了世界各地的壽球花 一起展示在我們的會場裡 亦都用壽球花來促成了不少大型的花位展示 除了有壽球形狀之外 亦都有用春圍主題的花圃 還有一個香港人都很熟悉的 黃鴨仔曾經是香港代表著玩具業的輝煌時代 全世界的黃膠鴨都是香港玩具商生產的 這個黃鴨仔用花位來堆砌 設計出來 大家在黃鴨仔旁邊打卡 這張照片肯定有很多人會贊 除了這些特色的花圃之外 其實今次參展的 亦都有很多來自不同機構的團體 不同的機構也負責在自己的攤位裏面 展示自己獨特的花圍 還有一種會變色的花 晚上就會變出不同顏色 所以你可以日休息也去看一次 晚上也去看一次 如果大人帶小朋友 一家大小親子的活動 更加不少可以 小朋友一家很喜歡動物 今次的鮮花就會堆砌成為不同的形態 有藍關屋 蜂樹 八爪魚 海馬 鯨魚 以及鴨仔 都是會放在會場裏面的 小朋友去到真是心花怒放 大家記得手機充電電 一起去到維多利亞 公園感受一下盛春時的花圍戰